沒有聊世紀 天天留個星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11點鐘方向的瑪雅人 瑪雅人的挖金跟挖石頭 時間可以再更長一點 而且吃這些野味的時間也是 所以瑪雅人前中後期的經濟 都是保持在一個不錯的水準 瑪雅人他的開局時 會多給一吋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都要點織布技術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會有40滴血 那瑪雅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攻兵路線 攻兵折扣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槍兵也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但是他的劍兵系有點可惜 只有雙手劍兵 但是後期有這個白血老鷹可以用 僧侶部分的話 雖然是南美文裡面 算是比較難用一點的 沒有救贖思想 也沒有啟示思想 但後期單純要招搶單位來說的話 還是堪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3點鐘方向的 立陶安人 那立陶安人呢 開局時 每個城鎮中心 都會給160的關係 所以立陶安人 也算是蠻適合打這個極速肉 或是打這個棒棒開局的文明 那立陶安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步兵路線跟騎兵路線 那工兵路線沒有強弩 雖然有三級射 但是戰毛兵也算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的戰毛兵呢 後期有塔盾科技 可以讓他戰毛 防御率高達10點 那立陶安人呢 雖然沒有二級的 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有塔盾技術的關係 所以他的槍兵呢 也是正常的三防遠防 那整體來說 立陶安人 他可以靠自己的槍兵跟毛兵 用這個10%的移動速度加成 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後期轉出大量的遊俠 或是弱馬 或是自己的寶兵類提斯 作為主力會更好 那後期有火箱跟火炮 可以作為輔助 那立陶安人呢 每一個生物 撿到修道院裡的時候 也會增加一共傷害 所以立陶安人呢 比較適合 趕快封建拿出優勢來之後 上層馬上蓋修道院 甚至下雙修道院 防守對方也可以 但是立陶安人呢 這個雙修道院打法 對於騎兵國來說 會比較適合 但麻雅人 這個文明是沒有騎兵單位的關係 所以立陶安人 大衛城堡實在 可能會有點難打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圖部分 目前看到立陶安前方的黃金 在高地上 這個黃金是有點難防守的 上方有木頭 那下面有一個 兩邊的木頭算是還行 但正面部分會有點難圍 這邊要稍微微小圍的話 都是不太好圍的 可能後面這塊地區要直接全部圍死 黃金部分附近還可以 兩個都在正後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道德這裡 道德的黃金呢 目前看是在後方 黃金也在後方 這裡的黃金也算是有點偏後方 但是 對手往前走 有點偏正面的位置 那果汁在前方 前起麻雅人果汁可能會稍微難守一點 丹尼爾這邊的果汁也是稍微偏前方一點 兩邊地圖差不多 但我覺得道德這邊 好像稍微差一點點 但不會差太多 因為他後面還有兩塊黃金喔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兩邊地圖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差太多的感覺 好那來看到兩邊生封建時代 現在立陶宛點下了支部技術 偷了一個支部之後 點下了一級伐木 除下了馬舅 這邊待會要走起兵路線 那道德這裡是要走老鷹嗎 欸沒有走工兵 好槍兵按了一隻 黃金稍微挖一下 這裡要補個採礦地嘛 先把正面圍一下 好這個採礦地蓋得有點醜 但沒有關係 蓋了就蓋了 這邊村民大衛可能會因為 採礦地貼胎金的關係而卡到 這個卡到就會往左邊挖 好這邊直接補了一個城門 防守對方落馬溜進來 在家裡已經圍好了 要專心打防守跟進攻騷擾就行 好槍兵過來 要小心對方的毛兵 毛兵過來了 後拉一下 好聰明稍微拉走 毛兵繼續騷擾 好 這一波房子修得回來嗎 OK三隻臭明在敲應該是可以 好四隻刺猴還在努力打 這隻臭明不行了 好 道特拉村民走 OK 好剩下一隻村民在修理 那這個房子也快要修好了 但是現在DANIEL這邊有高地優勢的關係 所以毛兵怎麼打 道特就是怎麼虧 人家高打滴就是比較厲害 所以家門口有高地的時候 盡量還是要把這個高地給站下來 不然被對手給利用了 這個打房子的速度有枝快 甚至連這個刺猴也可以增加這個攻擊傷害值 所以破門的效果非常強大 好這邊再度拉幾隻村過來 但是後方的毛兵依舊擋不住 道特這時候點下了一擊一射 跟輪走技術 好 還想要繼續強攻路線 後面補了一個軍銀 正上方 黃金開始有點尷尬了 到底要怎麼圍呢 圍一個木槽 OK 木槽圍一下 走出來 要確定打得已經才能出去 道特覺得自己的兵力打得贏 兩隻槍兵 四隻老鷹 五隻毛兵 但你有沒有打算要正面對幹 因為我現在升城堡時代我有優勢 先點一下升級 那道特這邊應該是看到分數 你分數降這麼多 應該是升時代了 那道特這邊也是點一下時代升級之後 分數也往下掉 這算是可以判斷對手有沒有點城堡時代的方法 好 好 丹尼亞這邊 城堡時代點完之後補下了品種 走的還是一個騎兵路線 修道院路線的話可能就不能按太多了 可能單修道院是差不多的 好 這邊要來看一下道特要怎麼騷擾對手 這邊的路線是下面有一個洞 這邊要突入進去還是有點困難 來 這邊沒有先點一下輕奇病的升級 反而是選擇直接走騎士 好騎士出來 如果被槍兵戳到一下小虧 好上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開始往前給壓力 馬爾人這邊打的是老鷹爆 老鷹開飛 但城堡時代還需要一點時間 等城堡時代上去之後 老鷹的傷害就會變成7點傷害 4點變7點 那這樣就打得贏刺猴了 這邊老鷹好像有點沒有自由開打 好但是老鷹還是終究寡不敵重 被騎士給吃掉了 大量的數量 老鷹最後是全部被抽乾 道特這邊開始轉出了槍兵 洞裝長槍兵 升級出現 那立陶宛人這邊的修道院補了嗎 好這裡是沒有補修道院的路線 直接走雙馬就 撒農田 甚至二級伐木都還沒有點 那我是覺得他這邊投資投石車好像有點 微妙 以及立陶宛先減生物還是優勢很大的 大家把這個減生物的木頭 拿去投資野外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一點不確定是不是一件好事喔 道特這裡是繼續轉槍兵跟老鷹 那監端這邊是轉投石車而不是轉奴炮 所以現在投資車要砸好也是很關鍵 砸到了 哇這個血量掉很多 再砸一發 並沒有往前往後走 只會往前 騎士數量不夠 正面打不贏 沒有弩炮 正面直接輸出 開始開砍 後方老硬直接硬抓 想要抓掉投資車 抓掉這台投資車之後 正前方的槍兵直接搓爛 立陶宛的騎士 但是槍兵的數量其實也剩人所剩不多 後方的生女出來 開始嘗試著想 好 這台投資車應該要放棄了 哇 最後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並沒有打出自己的優勢出來 馬雅在這一波之後 開始補下了城鎮中心 要是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投資車拿去 補在家裡 出弩炮 或是投車防守反擊 蓋修道院開動的話 可能 會比較好 但我們這邊是看結果論來說 這一波 是沒有賺到太多的優勢 那道特 現在是轉生女 立陶宛這裡 要轉一些輕騎兵 會比較好抓馬雅的生女 這邊直接看到生女 選擇了撤退 那裡再重新補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哇 這樣就要再虧個好幾百目 立陶宛這邊經濟開始落後於馬雅人 馬雅人資源量已經領先了800資源 好這裡稍微嘗試打下木牆 好直接把對手給逼退 好強兵最後要把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給推掉了 好 好老鷹現在數量來到了8隻 槍兵15隻 現在 DANIEL 追到這個配兵組合 真的是不好解 你家裡就算轉弩炮出來 稍微串稍一下 公共投資車都可以 但正面部分可能還是要轉步兵路線 現在把我轉成 這個長劍兵 好去打 長劍兵打這一坨單位會比較好打一些 繼續走騎兵路線可能會打到頭破血流 但是DALT這裡並沒有害怕 家裡還是繼續補聖旅 騎士過來招搶到了一隻騎士 好這裡有機會破門而入嗎 直接開打木門 家裡要補槍兵 這一坨兵力沒有辦法打到東西 家裡是用投資車砸掉了這個哨戰 好車門被打破 裡面的槍兵跟老鷹飛了出來 現在生物一個都沒有剪刀 騎士的攻擊力沒有增加 只有一開始的鍛造技術 好破了一個城鎮中心 丹尼爾不轉步兵嗎 整個長劍兵開打 但丹尼爾這邊可能是考慮到後期步兵路線 沒有三攻三防 所以沒有打算要升級步兵路線 目前DALT的老鷹數量 還是蠻多的 後面還是有再繼續補槍兵 大利用生女繼續防守 好這裡撿到了一個聖物 開始在撿聖物了 好 安妮爾在前面補了一根城堡 DALT也出來蓋堡 好 兩邊幾乎是不約而同的 開始蓋出自己的地跟城堡 正面槍兵加老鷹直接突破防線 戳掉了一台駝士車 後面駝士車回頭砸了一發 但是正面的騎兵寡不敵眾 被大量槍兵直接戳到突破血流 這根城堡最後應該是能蓋起來 但是臭命可能還是會被受到騷擾 好蓋好之後趕快收村 現在看起來丹尼爾還是成功把城堡蓋好 有城堡之後就可以慘烈提示了 黃金也能守住 現在問題是 瑪雅人這邊可以點帝王了 那丹尼爾這邊是出了太多騎士的關係 而且瑪雅擁有這個資源上的優勢 3TC也補的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現在村民術還是有DALT戰士林先 好那丹尼爾這邊農田要趕快補了 再不補下去的話 這裡待會會被DALT的老鷹直接搞死 好DALT點下了一攻 帝王時代還有50秒 好那丹尼爾這邊是93村點帝王時代 兩邊的村民術開始要被拉開了 質量來說DALT還是比較領先 好DALT補下了第一根巨型投石機 丹尼爾這邊是想要轉火槍補了射箭場 大學有補嗎 大學補在哪位置 後方 好但是帝王時代還需要一段時間 後面有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有資源可以馬上直接出火炮 好巨頭開始工程 這裡先點了一個磚瓦技術 希望可以撐久一點 火槍兵還需要在一段時間才能成型 現在3個射箭場 5個 5個射箭場趕快出火槍 好城堡現在血量有點差 結果丹尼爾這邊一身帝王 把自己給勸退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DALT拿下比賽勝利 乖乖乖的龍丁咚 DALT怎麼就這樣逼退對手 後方這裡老鷹也做到了一些事情 而且升級到了精銳英勇士 這裡挖石頭村民直接被斷石 順利拿下 因為沒石頭 城堡守不住 城堡守不住 老鷹飛進來火槍扯起不了 只能打GG 哇DALT沒想到用瑪雅 打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逆轉勝 雖然也沒有到非常誇張逆轉勝 但是前期立陶宛這邊確實猛攻 這個封建守的確實漂亮 這個高地被對方一直打 居然還沒有被打進來 那最後立陶宛人 我覺得城堡時代有點誤判情勢了 這個投資工程器製造所 確實有拖到自己的經濟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DALT 拿到資源上的全面勝利 這次完全輸不了 聖物還拿到了三個 立陶宛只撿到了一個聖物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